真正的修行 阿迪亚相提 访谈 塔米西蒙问 阿迪亚 你是一个有着15年经验的禅修修行者 你将你的禅修 数小时的坐禅冥想 理作是以头撞墙 但是如果我说 你的禅修实际上为你准备了开悟的能量 并为你提供了你现在所教的冻结 你会怎么说 你认为那是可能的吗 阿迪亚达 是可能的 任何事都是可能的 然而 以我的经验而言 禅修真正为我带来的 就是为我铺设了一条通向失败的道路 那个坐垫 就是我跟自己 发动灵性战争的地方 我想要开悟 而那个坐垫 就是我的个人意愿 自我展现的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可以回顾以往说 我以巨大的热情 投入其中的战斗 是必要的 因为这让我 可以自食失败之果 我一劳永逸地发现 我不会在这场 灵性战斗中获胜 因此最终放下了它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那些年的禅修 是相当有用的 但是我认为 如果因此而说 每个人都必须 走这条道路 那就成了一种悟道 我认为 我们每个人 都会走上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